好 來看到的是賴清德嗆侯友宜 說這個民主並不是你國民黨的DNA 但是要反觀了 你綠營 你把手伸進了NCC 關中天這難道不是自打臉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他就說2024大選是所謂民主和專制的抉擇 但是侯友宜就反駁了 那麼看到附同賴清德他怎麼說 他說民主自由不是國民黨的DNA 好 國民黨過去專制統治的時代不是 而現在國民黨在辦理候選人徵招 也是充滿著黑箱 完全看不到任何民主自由的精神 他甚至還說國民黨無法帶來真正的和平 因為他說有主權才會有尊嚴 好 那我們來看到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是怎麼樣的反駁 他說賴清德你說錯了 早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民主自由就是我們的DNA 他還呼籲賴清德不要來分化台灣人的心 好 那我們看到網友怎麼說呢 網友說難怪有一半的民意認為說賴清德當總統的話 兩岸就會更加的緊張 中共就更有可能武力來犯台 還有人說呢 其實一直想要跟大陸開戰的就是你賴清德吧 還有網友說 好 那就要看中間選民是買誰的賬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他怎麼說 講到這個DNA 他說貪污專制才是你民進黨的這個DNA吧 甚至呢民進黨的這個立委陳歐柏嘛 他位於在這個宜蘭的競選服務處 居然就是涉及詐騙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 IMB的一個大本營 儘管陳歐柏他是已經道歉了 但是呢真相其實都還沒有釐清 所以他覺得檢調應該要趕快去查 這個IMB公司的債權 有沒有包含宜蘭的土地 如果有的話 那麼陳歐柏到底有沒有牽涉在其中 這恐怕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因為這可能就會構成貪污了 好 說到民主自由的DNA 那麼呢 如果你民進黨有民主自由DNA的話 你怎麼會去關我們中天新聞台呢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被打臉了呢 好 來看呢 我們看到的是呢 這個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他怎麼說 他就回顧了喔 他說呢 2019年賴清德要挑戰蔡英文 要參加總統選舉 但是呢 結果被那個沒有民主自由DNA的 蔡英文在初選的時候 給他是明著來 暗著來的宰殺 蔡英文來宰殺賴清德 那麼呢 還有這個看到藍尾賴士寶 他說 他說 說到DNA 賴清德的DNA不就是台獨嗎 所謂的台獨金孫馬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好 那他說 民進黨現在的DNA不就是專制嗎 好 所謂的這個關我們中天 然後甚至呢 要強行讓禁電視上架 這不就是一種專制嗎 好 那來看一下呢 大學教授林寶淳怎麼說 他說呢 從生物學 遺傳學的角度來說 當然這是一句信口開河的胡話 民主呢 是人類後天思考出來的 一種社會的制度 跟先天遺傳的因子 是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的 這句話就顯示出喔 賴清德這個民進黨優越論 這樣可怕的一個觀念 好 違背了人類生而平等 最主要的民主原則 那麼他進一步再講到 他說呢 這就是一種專制 獨裁 霸道的意識形態的一個反應 所以啊 如果套用賴清德的話術 也就是說呢 唯有民進黨 才是有資格來談論民主的嗎 而且呢 也是唯一應該要存在的政黨 真的是這樣嗎 這種黨天下的一個論調 和過去啊 中國歷代這個 這個家天下的專制的一個皇帝的這個制度呢 這是有什麼樣的兩樣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 他怎麼說呢 他說呢 民進黨啊 這個府院 這個院長還有部長級的會貪污 甚至呢 他其實呢 在昨天和侯友宜 在進行一個這個和大家來談論的一個現場的時候 他就講到了 他說這個BNT的採購合約 好 他說這個會封存30年 這是毫無道理的 他也說呢 這件事恐怕就會成為 2024選舉的一個主要的破口 好 一個DNA釀成了藍綠大戰 那麼賴清德就反向國民黨沒有民主DNA 藍軍就氣得反擊喔 也挖出過去賴清德遭到內鬥啊 向蔡總統求饒的這個窗疤 難道你全忘了嗎 藍軍就怒批 民進黨只有專制DNA 民進黨有好好做事嗎 好好做事就做不夠了 侯友宜在520世事大會 火力全開 重炮轟民進黨黑金貪腐 狂批賴清德說的明年選戰 是專制於民主的選擇 賴清德說不定了 走在我們國家裡面 民主自由就是我們的DNA 侯友宜的DNA說引爆藍綠戰火 賴清德反擊 民主自由不是國民黨的DNA 藍軍一聽哀嗆沒有民主DNA 一把火燒上心頭 猛挖賴清德過去窗疤 難道全忘了嗎 離空一九年 穿上面挑戰 副英文參選總統 結果去讓那個沒有民主自由的DNA副英文 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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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不要用國家機器對付我 這樣你有民主自由的DNA嗎 賴清德的DNA 不就是台獨嗎 民進黨現在的DNA 不就是專制嗎 不就是貪腐嗎 藍軍護航侯侯友宜 賴清德再算 侯市長沒當過立委 不管是侯市長或是柯市長 都沒有國會的經驗 侯友宜參選總統 而不是參選國會議員 民眾在意的是 能不能把事情做好 不是有沒有當過立法委員 反光賴清德三年來 一直只當總統候選人三年 他完全走不出蔡英文的陰影 侯友宜賴清德格控護槓 藍軍轟綠營執政 扼殺言論自由 關掉電視台 連自家人都看不下 有沒有民主DNA 選民看得清清楚楚 記者張昭鵬王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 總統蔡英文任內出現了 五次大規模的停電 但是就在昨天520就職 七中年的記者會上 他卻說台灣不缺電腦 而且還要持續來投資儲電設備 藍尾就炮轟了不缺電 那何必要除電呢 另外蔡英文談到缺蛋的問題 也向國人來道歉 但是網友並不買單 就炸鍋怒嗆說 選舉前才來道歉 蔡英文總統發表就職 七週年談話說台灣不缺電 不過任內就出現五次大規模停電 民進黨智庫副董事長佟子賢 也提出因重啟合一合二 台電已經靠著以每度10元的高價 向民間買電來維持發電量 蔡總統還說只要持續投資儲電設備 加強電網韌性就不會缺電 不過藍尾炮轟不缺電何必儲電 談到缺蛋問題 蔡英文終於向國人道歉 不過網友憤怒 蔡政府只賬七年 七年依舊第一薪買不起房 綠電黑金自然更加敗壞 花錢打炸沒成效 難道都不用道歉 為什麼還要重用陳吉仲 當農業部長 這不是凸顯他的道歉是假的嗎 對於詐騙的事件 到現在為止 政府這個訴說無策 為什麼不為這個事情來道歉 缺電缺水缺蛋缺雞缺肉等相關缺乏的情況 都是民眾的民怨高漲 現在看到民進黨政府的執政滿意度 持續的民調下滑 所以才想要來面對媒體 蔡英文系數七年政績 蔡英黨怒嗆 各項民生問題沒解決 到了選舉前 才上演道歉戲碼 一切仍是選舉考量 藍清德昨天批評民主自由 並不是國民黨的DNA 那麼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就分析 真正要比較起來的話 民進黨才是沒有民主自由的DNA 蔡總統不遵守公投結論 操縱司法改革會議的投票結果 甚至還把新聞台強制給關掉 到底是哪裡來的民主和自由 民進黨知道所謂戰爭與和平 在今年的選舉是非常重要 賴清德當然要換一個訴求 叫所謂民主與專制 所以侯友宜目前在昨天 不論是在國民黨的中常會 或者是晚上三重的造勢 其實做了幾個還不錯的回答 第一個是要破除所謂民主跟專制 那賴清德 侯友宜當然就直接講 這個民主是每個人我們都有的DNA 那這個我們其實指的也不泛指國民黨 指的是所有台澎金馬上面的所有居民 都具有民主自由的DNA 所以賴清德要繼續扣 哎呀這個國民黨這個沒有民主自由的DNA 什麼的那其實講的是過去的這個事情 但是實際上真的要比的話 現在的民進黨更加沒有民主自由 對不對 要說民主的話 我們公投的結論 還可以被蔡英文公然推翻的不遵守 這有民主嗎 在司法改革的會議上 大家舉手投票 要票投到蔡英文同意才能過 這有民主嗎 在講說自由 新聞自由 那中天電視台不就是最好的警戒嗎 所以民主自由在民進黨執政是完全墮落 完全執政 完全失靈 所以侯友宜的第一招 先破除民主跟專制的說法 當然要給予肯定 要給予肯定 或許多人 也要給予肯定 或許多人 都不得不得 也要給予肯定 更好 現在的對方 我來給予肯定